怎么 谭不拢 你们两个怎么会过来 我来看一眼我的地皮 怎么了 米勒本来是想将安末给带走的 但没想到 绿景和于千凡突然过来 他们身后还跟着几辆车子 不断地有私宝从里面走出来 米勒知道 今天是没法动安末的 有时间可以一起出来聚一聚 我和哥哥也很久没见了 听说长青集团 最近准备的大项目 被你拿下了 恭喜 那个项目 听说于先生也曾经和长青集团商谈过 没错 是个好项目 你运气不错 运气 我和那些背后有家事的人可不一样 我可只能靠我自己 我倒是很羡慕你们两位 运气真好 米勒不再继续和他们纠缠 带着人绕过他们离开了 立即坐在车上 那个长青集团 找你合作过吗 但是他开价太高 不符合我的预估值 便宜米勒了 不会 这个项目 他不一定能谈成 怎么说 我谈项目的时候 除了综合预估和对项目的分析 在资金上 我的压力不会特别大 所以 我会比别人卖步更大一点 如果他开始坐立不安 那就证明这个项目不一定谈得下来 再等等吧 看看他和长青集团这个项目能不能彻底谈下来 米勒第一次在国内操刀的新项目一定是想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的 有的时候过于小心了也不是好事 另一边 看见综艺上那些片段和消息的裴老爷子和裴家两个舅舅傻眼呢 裴老爷子手上西瓜都掉在地上 而另一边在瑜伽 瑜伏和张言正看着铺天盖地的娱乐消息 这 这是 这 这是真的吧 那 那是要准备去看日子了吧 彩礼 彩礼得准备 多少呀咱们 彩礼 股份和公司都得准备一点吧 我们去陪家 陪家气氛就比较沉闷了 我们锦儿不是说还没呢吗 一定是于千凡那小子 一定是他最高贵 管家 去外边看 别让于家人进来 那两位已经来了 带着于家集团名下的股份来了 毕竭 你赶紧给我回来 你看看性能上 你和于千凡干什么了 呃 我竟然忘了这茬 怎么了 脸色不好看 快 快送我回家 回陪家 他不久前 才和外公保证过 不会太早的 结果一转头 就答应了于千凡的求婚 他觉得 今天自己可能要玩犊子了 我去看